有个皇帝学 这里通了 心脏血管也通了 心脏不好的人 平常经常暗柔公孙穴 对缓解心脏不适有帮助 公孙穴属竹太阴脾经 八脉交汇学之一 公孙穴就像皇帝一样 可以指挥四方 那么通过暗柔公孙穴 就可以调动全身 所以暗柔这个地方 可以解除全身的疲惫 它在竹大指 与主掌所构成的关节内侧 往后用手一推 有意弓颈骨 在弓颈骨后端下缘 可触及一凹陷 按压有酸胀感 用双手指腹按压公孙穴 按压时要注意力度稍纵 每次按摩五分钟 每日两次 对五脏皆有调节作用 心脏不好 常按入公孙穴 可有健脾生血的功能 调节气血衰症 加强益气活血 使原本气血不足的心脏 气血充足 心神得养 心神安宁 血管是最怕毒的 所以一定要经常按摩脚上的 这个能够开心脏血管的 狂地血 心脏血管通了 疾病自然也远了 孰水